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九节 又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希腊文的基督 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 原文是受高者的意思 在旧约时期 先知、君王、祭司 这三种职份都需要被高立 所以这三种职份都是受高者 但是基督主要是用来称呼 神要拆来拯救百姓 最终以公义和平 统治列国的一位君王 弥赛亚在耶稣的时代 已经变成为一种政治领袖的用语 当代的犹太人 因为受到罗马人的统治 深切的期望 以色列的拯救者 就是弥赛亚的来临 能够救他们脱离罗马人 在地上能够建立大卫的王国 所以对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 基督或弥赛亚乃是政治上的领袖 以色列的君王 今天这个世界也是如此 人不要神做王 于是就希望有一位伟大的君王、领袖 来领导他们 但是不幸的 不敬畏神的君王 往往使得人民失望痛苦 彼得认耶稣为基督 但是却不是认为他是政治上的整袖者 他乃是认他是基督 就是治理神国度的君王 今天你是否也承认耶稣是你的王呢 你有没有将心中的宝座交给耶稣 让他坐在你人生的宝座上呢 来掌管你的一生呢 当美国总统大选后 争议不断 人为休止 事局充满变动 不安 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次把眼光 定睛在主的身上 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地上的君王不可靠 唯有基督才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和依靠